2018年NBA选秀大会的状元千和炭花千都是国际球员 可见这个联盟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好 要是组建一套最强首发阵容 实力也是相当卓劣不凡 在NBA篮球中的国际球员越来越多 获得显著成就的也有不少 特别是近些年小球时代快速发展 国际球员所占球员比重也是越来越大 按照各个位置选一名国际球员组建最强首发阵容 假如都以巅峰状态出战 也是具备夺冠实力的控球后卫 那时要说到这个位置上的国际球员 势必还会想到马次队的帕克 但是要说到传统空位上的顶尖水平球员 那必然是那时敏捷的传球手法 敏锐的球场洞察力 颇具控球大师风采 在效力太阳队期间 那时和队友掀起的跑空打法 熟练串联起整支球队的进攻 让24秒进攻变成一种快速的得分方式 正是那时充分发挥出他的组织传球能力 才让那会的太阳队进攻变得极为流畅 那时的NBA职业生涯有高达49%的命中率 和42.8%的三分球命中率 在投篮方面同样也是一把好手 完全堪担 一号位角色 得分后卫 吉诺比利 国际球员中主打这个位置的不多 尽管吉诺比利进入联盟的选秀顺位也不高 但是他在球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进攻和组织能力 那无疑是球星水准 一点也不输同位置上的巨星 蛇形突破和妖娆传球 这是吉诺比利在进攻和组织方面的特点 也看得出他在篮球大局观上的造诣 在马次队干燃担当屁股角色的他 只能说表现的有些低调 但球场实力不容小觑 比较惨淡的职业生涯场均数据 但有着44.7%的投篮命中率 完全掩盖不住吉诺比利在二号位上的出色能力 小前锋 字母哥 要说在他之前也有不少该位置的国际球员 但恐怕都称不上是球星 如今的字母哥 是雄鹿堆的核心球员 虽然说进攻上的中有距离投篮还有待提高 但是在内线区域的统治力 已是联盟数一数二的水准 拥有2米11的身高 加上在臂展和弹跳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让他在内线突破中几乎是有着无法阻挡的气势 这点从他在进攻选择上也能看得出来 突破上篮成功率远远高于投篮 更为关键的是他也能很好的守护球队的防守任务 50.6%的投篮命中率 可见字母哥在进攻端的稳定性 而28.4%的三分球命中率 也需要他多多提升中远距离投篮能力 大前锋 诺维茨基 这个极常规范MVP和FMVP荣誉一身的国际球员 单单这个位置也是无话可说的 单单开创金鸡独立这一招绝活 就足以让他在进攻端保持稳定输出 并且这种的分方式有点让人无解 诺维茨基 毫无疑问是独行侠队小牛队的球员名片 也是帮助球队夺得队史手冠 而他在巅峰时期的中投实在是太过心力 尤其是2011年代队夺冠的那个赛季 投篮命中率高达51.7% 在领投射大队实现夺冠 NBA历史第一位拿到大买冠荣誉的国际球员 不能不说是一名创造奇迹的大前锋球员 诺维茨基 中锋 大家所耳 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这个位置上的球员 但是论起如今的小球时代 他还是称得上中锋球员中的佼佼者 加上效力奥运南篮西间所打的位置 他是具备打中锋位置的实力 特别是极高的篮球智商 活人队两连冠时期的功臣 一名会组织传球的大哥子球员 在串联球队进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颇受NBA格大球队的喜欢 加上一手细腻的投篮 能功能手堪称完美的中锋球员 职业生涯50.8%的投篮应重率 加上不是完全在内线区域得分 可见大家索尔在进攻端的前面性 以及稳定的得分能力 小加索尔 其实跟他哥哥大家索尔的球风差不多 只不过弟弟的个人进攻更加犀利 两人都是可以担当首发阵容中的中锋位置 属于伯仲之间的球员水平 选传统中锋倾向于小加索尔 但是现代篮球则偏向大家索尔 NBA国际化的进程越来越快 在吸收国际球员的同时 也在促使联盟球风的变化 确切地说是NBA联盟和球员一起共同成长